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来到发达赶场的环节 先介绍新闻的嘉宾 来自我们要财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先生 郭Sir,早晨 早晨 先看看港股的表现 今天恒指低开33点 现在跌幅收窄 现在到升 升11点 报23,222点 而国企指数方面 今天低开39点 现在跌幅收窄 跌幅13点 报13,313点 成交方面111亿 其字方面升44点 23,156点 低税61点 再跟大家跟进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证指数方面 现在跌10点 2,981点 湖深300指数方面跌10点 3,387点 而深圳城市方面跌33点 13,411点 要跟郭Sir谈谈 今天新股有帮保险1299上市 现在正在做22.05元 和22.01元 不停在跳 其实成交量都很大 我问郭Sir 怎样看AIA 我看得比较好的 实际上来说 好像2008年的金融海啸 大家都觉得AIA有问题 其实搞清楚是AIG有问题 AIA的财政是相当健全的 都不知由今天开市 开出来看 IPO价格是19.68 开出来已经是22元 即是在高台上打出来 是给你回套的 通常来说 我觉得这么大型的一间受险公司 如果真的股价 要走得比较急比较快 这个就有点难度 但在第一天能够高开2元 其实10%以上在平台上 任你沽的话 通常来说只是显示一件事 买的人对他的前景 是看得比较乐观的 事实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整个金融海啸到现在为止 经过的注资 和一部份的企业 慢慢的盈利开始复苏 其实整个势头 是处于一个好一步的形态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 短期很可能在高台上 在高台上略为要消化 始终来说 是2千多亿的企业 以现在的计价 整个公司是2,640亿 其实根本上一点都不小 步伐会比较慢一点 但如果你中线一点持有 你不介意短期的步伐比较慢一点 其实我觉得在组合里面 放在这里是无相关的 简单比喻 如果用保城 用宏理 用AIA来说的话 我认为现在这个市价 应该就是选AIA 但我不知道 如果你说中资类的受险股 人寿保险股份来说 我始终都仍然选择 平保和中人寿 这个不用说了 郭先生 我知道近期有不少新股 不断上场 还有昨天上市的四环药业方面 刚刚估计5.78升一仙 另外1007环球药业 现在都升两仙 做3.96 今天有新股 编号957长甲 开始招股 招股价介乎3.2-4.8 每手1千股 入场费4,848元 这个股份在下星期四定价 11月11日就会挂牌 我问一下郭sir 这一只能否抽得过 我觉得应该抽得过 首先来说 内房股有很多只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第一就是选择财政的健全 其次来说最重要就是土处 就是土地的储备 还有储备 你坐落在哪里 如果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而坐落在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甚至说你在内蒙、外蒙 有很多很多地 没有意思的 高值相当比较低 其实长甲土处来说 坐落在上海市核心地段 绝对是最优质的地皮 集团一直都发展一些比较高端的房间 可能周边那些 例如80平方 100平方 但长期发展那些可能是200多平方 就是比较高档或者最高档的层面 还有土处是发展一些别墅 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内地或者中央政府 根本上对别墅的发展是有规范的 因为土地很矜贵 但是长发仍然还有些土地 是一早已经批核了 是可以发展别墅的 而且售价绝对是天价的 当然不知卖楼那方面 我都不会怀疑的 但是更值得一提的就是 仍然都在上海市中心那些金融区那里 是有一些商业的 格级的写字楼的发展 那是租金的收入 可以带来一个 比较稳定性的长期的收益 那怎样都好 内房股其实真的有很多种 有些是纯收租 有些是商场的收租 有些是内房的发展 包括一些商品房的出售 很多很多考虑 但是如果是长甲来说 我觉得应该归类为一些 高层次高档次的内房的发展 那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不介意 内房的板块 整个板块 暂时气候未到的话 其实去申请是没有问题的 那等于是航运股不升不升 到这一两天就开始升了 始终落后的板块 有条件那些 他一定是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那我问一下郭sir 那我看回一些资料 长甲现时的土地储备有398.3万平方米 当中44%在上海 他们未来也会计划 擴大上海周边城市的比重 想问你 其实是关于财政状况方面 截至今年7月31日 他们公司的负债比率上升了43% 去年年代只是23% 其实这方面需要担心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公司负债一半 情况好像是比较令人困晓 但其实大家要细心想想 刚才我说了 他坐落的发展物业 是上海市中心核心地段 卖价通常是最贵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 在资金的回流 其实来说 根本上不是问题 我提到 他别墅区的发展 只是这个项目已经是天价了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大家不应该是太担心 当然一家上市公司 如果负债相对比较重的话 就要看看他拿着什么 出售什么 如果你说 是一些优质地段的物业 一卖出来 根本上就有资金回流 那你为什么要担心呢 如果你说一些制作公司 或者工业股 或者其他范畴的股份 他负责这么重 他根本上不可能 是靠出售一些东西 或者出售一些物业 或者贵重的一些地皮 有一个现金流的收入 他只能够在营运上 希望经济慢慢慢慢好转 从而令到公司的营运 进一步提升 多些现金流去减债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 在地产股方面 如果你说 负债相对比较低的话 在好的环境的时间 你会觉得 有没有搞错 利息这么低 环境这么好 你的债这么低 就是证明你的发展很保守 你应该是买多些土地储备 建多些房子 赚多些钱 所以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股份 在这个债务方面 应该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在现在这一分钟 息口相对比较低的话 如果负债略高一点 都没问题的 如果你说有贵重的 或者落成的物业 或者别墅 将来可以卖出来的话 但是套现能力很强 所以我不担心 葛叔 我想问你 投资知识上的问题 我经常看到 派息比率 看看长甲 公司预测 2010年年底 盈利是7.1亿人民币 派息比率是20% 其实派息比率是什么 换句话来说 我赚1元 我拿2毫子出来派息 有些公司赚钱 派息比率是会高一点的 例如一些 Risk 信托基金 没错了 收了租之后 扣除一些行政费 全部派给基金持有的人 派息比率是相当高的 作为一间地产发展公司 为何派息率不可以去到这么高 因为留一些资金 可以增添一些 好的土地储备 建计完房子后 就为股东 赚取更大的回报 更大的利益 所以一般来说 派息是比较保守的 其实20%来说 都不算少 不少公司 年年都没有息派 不单止 三五七个月 就和你供一次股 一年就伸手 和你拿几次 其实来说 买入股份来说 有时真的很无奈 还要股价不断下跌 你供它又不是 你不供又被贪博 其实就真的是一个腸痛 但如果你说 有漂亮的土地处备 又有色派 赚了钱之后 再买更加漂亮的土地 而去建了房子 为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 那为何不好呢 明白了 那么多位投资者 如果对这股份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参加招股详程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发达广场的环节 千万不要走开